大家好,我是东京颜太郎,好久没有闲聊了 今天我现在在走路,所以随便跟大家闲聊一下 怎样成为有钱人 那么这个话题的话,我觉得首先我们要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有钱的定义是什么 我给大家十秒钟的时间 大家想一想,有钱的定义是什么 好,很多人可能说,有房有车 公司的大老板,比如说日本的孙正义 中国的之前的首富什么之类的,都是算有钱的 包括现在美国的特斯拉的老总 马斯克也是有钱的,是的,他们都是有钱 但是呢,我觉得这些有钱人都离我们太远 我就给有钱下一个定义吧 我觉得有钱最关键的是,有现金流 这个其实和公司一样的,公司的话 你如果有现金流,哪怕你不挣钱 然后你有进账,有出账 最后的话,钱能赚起来,哪怕你负债 起码的话就不会垮 像著名的Amazon 就是,已经就是基本上很多年都没有盈利 然后但是现金流一直很充足 市场份额也一直在扩大 所以最终还是盈利了 大家看一看现在Amazon的股票,涨得很好 那么这个原则其实也可以适用于 就是一个个人,个体 所以说,我现在就从现金流的角度去定义一下 怎么样才叫有钱的人 我觉得第一类人,有钱人 就是说有自己的核心的技术 而且并且要符合社会的需求 怎么说呢,无论什么技术 包括现在的IT技术 你以前可能只要懂一个Java就可以了 后面那个iPhone出来了 你要学Objective-C 再后来的话 那个它又出开了新的语言 要学Swift 就是这个技术的更新换得很快 所以你一直要不断地学习 但是怎么说呢 你如果有对这个某项技术 有那种坚持学习的这种心态 然后能够解决别人的需求和问题 那么你就可以说就是 会有就是有人需要啊 就会有工资 就会有源源不断的现金流 这样可以就是说 会是有钱的啊 这是第一种 那么第二种呢 我觉得就是那些 在一些好的行业的啊 大公司的啊 在日本的话就所谓的大公司在镇社员 镇社员的话就是 绝对算是 就是很稳定啊 也是每个月 就是基本上肯定有稳定的 工资进来 现金流应该也不错的 如果是中国的话 就是国企了 事业单位啊 或者公务员 当然比较好一点的公务员啊 也是不错的啊 你像现在 在就是中国的话 IT行业啊 很多行业 互联网行业 都是说35岁之后 都要给你退一掉是吧 其实如果在国企的话 以及大的事业单位的话 到35岁才刚刚开始呢 所以说你如果是在一些 在中国啊 就是国企 在日本的话 其实我觉得日本的大公司 跟中国的国企差不多 日本大公司在镇社员 还是不错的 有的大公司到老了 还能拟一笔退休金 很大一笔 所以在日本的老头子都比较有钱 好这是第二类 是我觉得算是有钱的 第三类呢 我觉得应该是那种 怎么说呢 拼命攒钱 然后再用钱来省钱的人 这个的话就是说 你一开始可能没有钱 然后省吃俭用 然后呢 不断地攒钱 攒到了第一桶金之后 让他来做投资 不管是投资房地产 还是投资基金 股票都可以 只要你能用钱 生钱 就用资本来生钱的话 那你就是 走到另外一个 走上另外一条 就我觉得是 不错的一个道路了 其实这一点也是就是 我觉得很多人 可能需要注意的 这种方式 我是觉得比较好的 好吧 基本上这个话题就聊完了 就是对于普通人而言 怎么样才叫有钱 我的观点就是说 有三个 你要么就是有技术 对吧 被社会需求需要 能够源源不断地有现金流 进来 第二个要么就是很大的企业 很稳定的工作单位 工作也是不错的 也可以说是有钱 第三个的话就是用钱来生钱 希望就是给大家一些参考 好 谢谢大家